第二个表格的蓝衣宽度为3.5 蓝2到蓝5宽度为1.3 文字皆至于储存格中央 那第一个表格蓝衣我就框蓝衣哈 在这里 一道蓝衣的上方 有一个箭头黑色有没有 把这个第一蓝框起来 框起来以后呢 我再去选表格工具的版面配置里面的内容 这边会有一个蓝这个标签 蓝衣它要求的是3.5公分 然后蓝2到蓝5一样框起来 黑色箭框起来 蓝2到蓝5 然后再点一下内容 它是1.3公分 你要把它写1.3 1.3公分 然后课本有要求你 要把它置于储存格中央 不能做 因为下一题要套用样式会破坏掉 所以你不要做 等第三题做完以后再做 那下面一样 我一样框第一蓝 点内容 我们选的是3.5公分 3.5 然后蓝2到蓝5 一样选内容 我们的打钩以后 改成1.3公分 1.3公分 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我们这一样的 我们来说